这个就是问6823 最近都真的多了投资者对这个收息股比较大兴趣 他说平时都不会怎么移动的收息用 变成其他中间有些爆升的股份 他都没有套现出来换码 他说这个策略是否不是很理想呢? 他说你觉得应该由他放在一二边 就是每年收两次息呢? 我认为一个人 就没有说我是长渣的人,我是短巢的人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设定两个组合 将资金一部分分布在长渣的组合 包括你拿楼也好,拿基金也好 拿一些公用股收息的等等都好的 而这个很可能是占败的 因为最主要都是希望财富稳定地增长在这里 而将小部分就去做一些投机 短巢,炒一下概念股,炒一下破顶股,跟一下国策等等 这个就是要来当玩的,很老实 我自己都是这样的 没可能全个身家仍然用来收息 变成了有这个观众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人家一天升一成两成,完全没有我的份 我一年到晚就在这里等收息 好像不过瘾了 但是如果当你整股身家放在那些概念股 你不要忘记太阳能,新能转车 有时有些股份一天都可以跌半成至一成 到时你又不过瘾了 所以其实你不要拌均匀了两笔钱 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好不好将长渣的一些公用股 换码出来买国策太阳能 其实两笔钱都不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都想涉猎短炒机会的话 你就将一笔钱可能一小部分批出来 用来做一些短炒的投机操作 短炒方面当然都要继续去看着 就是一些叫做信英国策是最大的因素 第二,接着就看图表,看强势,看龙头 都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和风险承受能力 可能都分两笔钱去做那个部署 换出来又好像风险又比较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